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人类社会是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的 虽然说是现代社会了 但很多男性骨子里的男权思想还是很根深蒂固 男权思想除了造成了各种职场歧视外 还衍生出很多社会暴力事件 在中国北航研究生实名举报教授性情案 引起了社会对高校性情事件的广泛关注 这才发现性情在各大高校屡见不见 复仇天使的影子就是在校园里面的性情案 诺莉是艺术系的学生 因为她的话缺乏情感 所以在朋友的情说下 尝试和异性多接触 林班的男生是诺莉喜欢的类型 她邀请诺莉参加舞会 诺莉远想着这是场甜蜜的约会 但没曾想到这男生把她带进房间就抢劫了她 而被抢劫的诺莉寻求学校帮助的时候 老师直接问 你在被抢劫的时候说不了吗 诺莉无法回答 她对这个男孩确实有好感 不排除将来可能会发展到这层关系 单纯的女孩当时天真的以为 男生会在她说等等的时候停止侵犯行动的 有多少高校的女生 在被师长侵犯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呢 他们可能是不敢相信 平时和蔼的师长会突然变身恶狼 或许是因为师长手中握着他们的毕业成绩 不敢说不 很多亲切事件发生以后 如果女生敢揭发 那她除了要面对身体的伤痛外 可能还要面对很多的恶言冷语 很多人习惯性在一单抢劫案发生后 指责受害人 正如影片中和诺莉友同样遭遇的朋友说过的 应该庆幸没有人把你当作当副 受害者比施暴者更害怕 抢劫案被别人知道 这是多么的可悲 然而不得不说 这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 中国如是 中国的邻居印度更如是 印度的心得里被称为强奸之都 因为这里平均18小时就发生一起抢劫案 而这还不包括那些受害者没有勇气抱的案 为什么印度抢劫案如此高发呢 主要原因就是 印度的男权主义太过严重了 整个社会重男轻女到极点 所以男人骨子里就会觉得女性就是副属品 可以随意凝虐 而印度的女性大多逆来顺受 和诺莉的朋友一样想法的人很多 幸好诺莉不是这样的人 她在求助误果后 独自与强奸她的男生对质要求道歉 之后在推荡下 男生不小心摔死 这给了诺莉一个启发 于是温柔的小白兔终于化身复杂天使 利用各种条件 诺莉对校园中曾有性情行为的男人 一个个进行报复 虽然这种行为在现实中是不可取的 但是却着实让人大快人心 既然社会舆论对于性情案 习惯性把过速推给受害者 那么只好由受害者对施暴方亲自惩罚了 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持美 而是为了揭露真理 该于让这个世界对你的诚实感到不安 不管结果如何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 你也会变得更好 诺莉在毕业典礼发言时说的这句话 也许正是很多女性想说的 不管遭遇什么 首先要尊重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事都规则给自己 要勇敢的面对并解决问题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